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祥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纸牌5》第一季的第八集 弗兰克的母校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桑迪诺军事学校 他们专程邀请了弗兰克参加宴会 因为他现在是政坛炙手可热的名人 弗兰克在这里学到了荣誉、职责和尊重的价值 也曾遭到戏弄和打击 大四时,他致力于参选议员 因此荒废学业,差点被学校开除 但三十年后,这些差点开除他的人 还为了盖图书馆来向他要捐款 在财富和权力的笼罩下 糟糕的学业成绩就这样被抛住脑后 让人不禁连想起小布什总统 他在耶鲁大学读本科 平均成绩是C等 但却热衷于交友和选举 这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哪里有政客,哪里就有说客 说客是美国政坛一个专门的职业 游走于政商名流之间 是他们利益关系的纽带 雷米从弗兰克的新闻发言人 转变为一个专业的说客 算是发展比较成功的一个 由于彼得竞选议员而起草的流域法案 会大大影响宾州的天然气开采 影响到桑克的生意 雷米想劝说弗兰克放弃 但弗兰克没给他任何机会 克莱尔拒绝了桑克的捐款 不拿好处自然也就无需受制 习近,校长邀请弗兰克上台演讲 并为他安排了一个惊喜环节 让他跟大学时的三个死党 一起唱对歌 弗兰克的回忆一下子回到过去 情不自禁地跟着合唱 表情是从没有过的兴奋和投入 宴会后四个人还意有未尽 坐在一起回忆旧事 笑得前样后合 久过三旬后 还打算找个地方戏台 于是克莱尔自己先回了酒店 而在三位老友中 弗兰克与胡子哥的关系不一般 他们单独谈话时 弗兰克总显得很柔和 甚至略带一些声色 在弗兰克回想期间 彼得回到宾州拉选票 他首先去了养老院探望母亲 老人在那里的生活并不好 房间里是乱闪的灯 和乱闪的电视 没人回来秀 但他宁愿忍受这样的屏幕 也不想和彼得多说一句 彼得说 自己即将继续州长 会公开一些过去的事 希望母亲有个心理准备 但老人家却说 自己早就不关心那些 新闻说的都是一些垃圾 接着 他又去找了发小保罗 打算说服造船厂的工人 支持自己 保罗的妻子看见他 直接给了个闭门梗 保罗喊声念旧 和彼得一起到了酒吧 说造船厂 只限存了三百万的风险金 但分到一万多个工人手里 就只够几周的滑小 彼得告诉他 自己正在起草流域法案 联邦政府会投资修建 公园绿地 绿色商业空间 以及垃圾清理厂 建筑工程 公园管理 以及领售 一共能提供 五千左右的工作岗位 效果会在一两年内显现 他会在明天的社区会议中 阐述这个计划 希望获得保罗的支持 因为他在工人中很有威望 保罗虽然关系就业 但他根本等不了那么久 原水解不了进客 他不可能为彼得做担保 彼得透露说 自己既要进选州长 下周就会公布这个消息 他需要造成长的支持 只要能当上州长 他就能让一切回归正轨 来弥补之前的损失 保罗已经听够了政客的谎言 他都已经要饿死了 彼得却还想让他当勾腿子 保罗气愤地离开 连酒钱都是自己付的 可见对彼得有多么的鄙视 克莱尔被晾在酒店 这给了雷米一个搭讪的机会 但克莱尔很清楚 他为什么来 名人不说暗话 在这碰见不可能是巧合 因为他们竞选时经常住这里 雷米比谁都清楚 弗兰克没有搭理他 于是就想从克莱尔下手 但能明显有些急于求成 竟然暗示克莱尔 自己订了顶层的蜜月套房 请他过来喝两杯 对克莱尔这种斗位的来说 这话已经不是暗示 而是赤裸裸的明示了 他不得不夸一句雷米 当了说客以后 越来越有自信了 克莱尔明确拒绝了他 他绝不可能背着弗兰克私下交易 回到房间后 静默的他与亚当包起了电话咒 两人一直从钢筋门 聊到了浴缸里 话题自然谈到了要孩子的事 亚当问克莱尔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克莱尔随口回答说 有那么一两次 亚当含蓄地表达了 自己可能会是个好父亲 克莱尔笑着挂了电话 但情绪随即变得很低落 似乎被这个话题说到了痛楚 彼得失落地回到老房子 谁知小蜜竟然追到了这里 得知彼得很不顺利 老妈和发小用不同的方式 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但他还是坚持要参加明天的会议 那对竞选至关重要 小蜜用语言和行动 对彼得表示了支持 弗兰克与三人组 偷偷溜进了施工中的图书馆 他们以前也这么干过 一瞬间似乎又变成了昔日大男孩 墙上还留着弗兰克当年的签名 旧时的歌曲唱歌不停 四个老男人竟然玩起了棋书柜的游戏 弗兰克坐到泪坛在地 弗兰克浪不动了 开始和胡子哥聊起现在的生活 胡子哥是个自由派 开了个漂流公司 每天拿着船桨在技流里窜动 而弗兰克却整天坐在办公室 但胡子哥一直都认为 总有一天这里会有栋楼 以弗兰克的名字命名 在大家都是小屁孩的时候 弗兰克的口才就能骂走教官 一看就不是池中之物 弗兰克短了几杯酒 开始侵吐心生 图书馆不过是个幌子 校长请他帮了个忙 他又向别人要了些钱 名字就被加了上去 不过是利益交换罢了 五十年后这里就会被别的楼取代 一切都会改变 胡子哥提到 那时他们就像亲兄弟一样 弗兰克却说 那远远超过亲兄弟 他被胡子哥深深吸引 可后来一个参军 一个上法学院 就这么一晃三十年 胡子哥的孩子 已经比当年的自己还大 弗兰克却只有克莱尔 但有时候 他可以让人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弗兰克把最后的酒一言而尽 坦言他一直都很在乎胡子哥 之后就醉倒 两人靠在一起睡到天亮 外面的新生已经开始操练 四人狼狈地走出图书馆 短暂的狂欢结束 四人到大学食堂蹭饭 新生们在讨论 图书馆要冠谁的名 有人说 似乎是原来在这上学的 估计已经死了 这出对话 对应了弗兰克之前说的 图书馆本身没有意义 使用者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与此同时 彼得也在自己的母校 召开了社区会议 那时候 他也是足球队 意气风发的少年 谁还没点美好的过去呢 而在照片旁边 学校也特别写上了 彼得的名字 这与图书馆写上弗兰克 也算意气通工 然而他这次来 是被骂的 工人们的问题 既现实又犀利 就业能不能百分百保障 之前大家的生活怎么办 彼得提出 政府会提供带薪培训 但听到薪资只有每小时六元 连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 立刻糟动一片 工人代表斥责他们 每天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 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数据 却根本没有实际作用 结果不出意外 没等彼得把整个计划说完 工人们就纷纷离场了 小米莱安慰彼得 认为工人只是对前景害怕了 彼得说 他并不了解这些人 虽然跟他们通过电话 但并没有一起长大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 说到这儿 他突然想通了什么 立刻赶去了保罗家 他记得保罗经常把钥匙 藏在门廊的砖头后面 于是直接开门进来了 他能说服工人 但保罗必须帮他 说完就用一招男人常用的招式 打一架化解矛盾 不但让保罗出了气 还表示了自己不容拒绝的态度 保罗突然就没了脾气 再一次把工人们拒绝到酒馆里 彼得这次一改常态 不再循循善诱 而是直接告诉大家 造船厂势必要管 不是今年就是明年 他可以装装样子 假忙活一阵 但结果不会改变 与其活在过去 还不如想想将来 不妨再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现实 你们只剩下我了 华盛顿没有人在乎你们的死活 保罗适当地敲了下编故 让大家相信 他们只有彼得这一个选择 虽然起点不高 但起码是个新的开始 努力让五千个岗位 变成一万五 需要不少时间 但总比停滞不前要快 就像他之前说的 这些人不需要同情 与其费心安抚他们 倒不如强势地 让他们别无选择 就这样 工人们没了反对之声 彼得才开始具体地 讲述整个计划 首张告捷后 彼得立刻买了灰尘票 走前他又去看忘了母亲 母亲还是一副 爱搭不理的样子 但在他说到 自己和保罗打架赢了之后 立刻就开心了 彼得命令维修工 立刻去修好房间的灯和电视 与其不容拒绝 看来大多数时候 强势真的比较有效 另一边 图书馆的落成典礼顺利举行 校长再次介绍了弗兰克 大学毕业后 他攻读了哈佛的法学硕士 成为多数党党党党 是学校的楷模 弗兰克再次做了发言 但他似乎还没从 昨晚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舍弃了写好的稿子 他的发言很动情 克莱尔能听出 他有些词不达意 甚至是激动 典礼结束后 他与朋友拥抱告别 在与胡兹哥道别时 弗兰克的眼中似乎有泪 他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曾经承载了他年轻记忆的地方 校册上 四人的脸庞朝气蓬勃 但一切已经是遥远的昨天 克莱尔通知他 返程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 弗兰克放下校册 收敛了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 准备返回自己的战场 以上就是纸牌物第一季第八集 可以算是弗兰克一个小番外 在母校度过的两天 是弗兰克仅有的真情流露 以至于他没有在洛乘典礼上 说任何的官话 而是表达了真实情绪 大学给他的记忆 会成两个字 和谐 意味着没有任何硝烟和冲突 与现在的生活截然相对 但人们终究会听从本性 变成后来的样子 于是与他曾经暗恋过的胡子格 相去甚远 让人不禁感慨和遗憾 而在这里 弗兰克的同性倾向 表现得很明显 他本人应该是个双性恋 与他外表和内心的矛盾一样 他的感情观也是矛盾的 其实这集对于人物性格 有很多细节 时间问题 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 因为这些情节 对于主线发展来说 会显得很枯燥 而我们节目的重点 也并非在解析方面 那么 在彼得争取到公有知识后 即将正式进入参选环节 一切是否会顺利呢 想知道的 请继续关注后续更新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